画龙点金的经典列车开动咯 我们陪你听 70到90年代经典歌曲 防 各领域嘉宾 追 最及时的晚报新闻 更要玩 有娱乐性和教育性的 黄金对决问答游戏 星期到五 下午4点到8点 画龙点金 黄金党的金龙 小韩 是你下班的 最佳拍档 聆听各方观点 以集思广义 多方思考 画龙点金 嘉宾演论 纯属个人观点 敬请斟酌参考 iPhone画龙点金 每年的7月29号 是世界老虎日 由于常年受到非法猎杀 我国的马来亚虎 已经少于180只 7月27号星期一 老虎保育项目的统筹刘子平 将剖析我国的马来亚虎 面对怎样的生态冲击 小韩娜 我知道你会报新闻 但是用方言报新闻 你敢挑战吗 我当然敢啦 不过是在私底下 不是在空中 星期二 我请来了TV2华语新闻主播张忠林 分享他在iPhone播报 潮语新闻的心得 星期一到五 傍晚六点到七点 星期三到五 午夜十二点重播 黄金党的金龙 小韩是你下班的最佳拍档 咨询麦动 全天放送 IFM月听月爱 大家好 我是黄金党的金龙 大家好 我是黄金党的小韩 那今天这个小时的嘉宾的访谈 小韩又说了 又很骚脑了 对 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他播报 我还是回到黄小韩的这个身份 因为我想要用比较自证腔圆的 播报新闻的方式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播 就是TV2的华语新闻主播 也是我们IFM潮语新闻播报员 张忠林 欢迎忠林 大家好 我是正念 正念 我是减灵 我是肖康 是吗 我们刚才私底下就说 好像哦 福建话也是说 是 就是他有非常相近的一些语言 它是通用的 因为就是这个门南语 跟这个潮语 它都是 以前就是潮语 就是门南语系的其中一个方言 所以呢 它基本上很多的音都会接近 可是你在真正的去研究的时候 你会发觉它其实是有一些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潮语呢 它是没有F的那个字音 它是用 但是那个福建话是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是 所以就是它有它的区别的地方 金龙也是半个潮州人 我是半个潮州人 所以刚才听得出分别吗 有一点点 但是因为我本身是北马的潮州人 因为北马的话呢 好多的潮州话都融入了福建音在里面 所以呢 每一次 比如说跟我们总经理 他本身也是潮州人嘛 他就每次听到我的潮州话 为什么那么像福建话的 对 你是南部的 南部 麻坡 麻坡和新山还有新加坡 很多都是潮安人 潮安的福建 那个潮州人 它说的那个音呢 就是它会比较清 没有像好像普宁啊 还是那个承海啊 普林 天海的那种音 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地方 就是有一些聚集一些潮州人 比如说大港 很多捕鱼的就是潮州人 金马伦 金别伦 就是有很多种菜的是潮州人 还有这个 那个 巴里本达那一边 还有大山脚 都很多的潮州人 我去试巴里本达那一边 只有外婆那一边的话 都是住在巴里本达 那一带好多的潮州人 对 那你是从小就是 一直跟家人 或者是亲友说潮州话 我是 就是我们的 我外婆 外公都是潮州人 然后我的公公 是福建人 然后我爸爸呢 就是我的 我的婆婆是 潮州人 所以 因为爷爷就很早就去世了 所以呢 爸爸在家里也是跟 奶奶就是用潮州话来说话 所以他回到家 跟我妈妈也是用潮州话 所以我们在家里 都是用潮语来沟通的 包括我妹妹 还有我的表哥表姐 我们都是用潮语 所以就 从小就是 我的母语 就是用潮州话来沟通 反正是来到吉隆坡发展之后呢 很少机会用潮州话来沟通 对 就是来到吉隆坡的时候呢 就 在家里就是跟妹妹 还可以用潮州话来说话 至少你还有跟妹妹一起 对 不过呢 因为我也本身是 法庭的翻译员 所以呢 有时候会有接到一些案子呢 要翻译 就是用潮州话的 因为有些人他 不按华语 也不通晓 马语和英语 所以呢 在这个法庭 也有翻译员是需要 有时候要潮语 有时候要福建话 有时候要粤语 所以我们都是会被 就是还是有用到的地方 那先说一说吧 你怎么开始 播报潮语新闻呢 播报潮语的时候 就是在今年的三月 其实我才开始的 那时候就是 其实也是拖了一段时间呢 原本呢 我们是在2018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培训了 想要说要来 学习播报潮语 可是呢 就一直很忙 然后在拖 就是我本身也是 TV2华语新闻的主播 所以呢 也是要安排好那边的工作 才能够抽身来 这个电台播报潮语新闻嘛 那时候就有一个机会 也是因为很多的这些前辈 播音界的前辈 很多就已经到了60岁以上嘛 那没有再续约 所以呢 就台方就要求 他们就要找 新人来代替 那时候就刚好 就我们电台的 一位前同事 就郁荣姐 他知道我会潮语 那他就 他说 刚好他看到报章 也有刊登了 就是雪龙潮桌会馆 他们要培训 促成班 就是培训 会播报潮语的 这些年轻人 年轻一代 所以他就说 好不好 你就去尝试一下 那他约了我就去 见那个老师 然后我们就开始 就那时候开始学习 那学了一年的时间 才开始准备要来播报 那之前呢 其实是一直跟班嘛 就听我们的其他的这些 播报员前辈来 一直怎么样去播报 因为其实说会说跟会读 是完全不一样 两回事 怎么说要接受哪些培训呢 那个培训就是我们就是 拿很多的这些新闻稿 就是已经在电台 来已经播出的这些新闻稿 来学习 来念 就是很多的生字 不管你会不会就是念 念过去 然后老师就会当场 给我们指证 那个音要怎么样发 不对了 那个就要改 马上就要改 因为 这个潮语新闻是五分钟嘛 所以你要一口气念完 你就不能够有很多赤螺丝 或者是停顿啊 停 就不顺畅的那种感觉 那这些观众会听到 到底刚才要说的是什么 表达的部分就会不明确 我在想啊 听节目的朋友们 那如果你也想挑战的话呢 你可能会不同的方言 因为平时 可能你说你本身 习惯的方言 你是很说的很溜的 很滔滔不绝的 但是你拿起报纸 跟着用你的母语 这是你本身的方言来读的话 或许你发现到 开始质疑自己的方言的能力了 为什么好像没有很流畅哦 就是有一些字 你不会用你的方言 来念出来的 对 但是你在播报新闻的时候 你可能那个是专有名词 你就要把他的发音给念准确 对啊 就好像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 那个 就是我们面对的这个病毒嘛 那很多的这些生字呢 都是平常我们不会念的 比如说消毒液怎么说 哇 不会还有口罩 消毒液嘛 消毒液 它是消毒液 然后口罩呢 所以很多这些是平常 我们不会说 我们不会这么讲的嘛 那所以你就要学习不一样的新的词汇 包括新冠肺炎这四个字 新冠肺炎 就是新冠肺炎疫情 所以这些字都是要 常常念你就会知道了 确诊 就是确诊病例 所以那个字 那个发音呢 其实我觉得很 我们要知道 潮州话哦 它有八个音 我们华语有四个音 八个音的时候 你就哇 到底它是怎么样 轰 轰 呼 呼 那是不一样的那个音啊 所以你就要 有时候 我们的那些前辈 他还是会有在收听我的播报 然后有时候他会 播完了以后 他会给我指证 就是说 刚才你播的很好 然后你哪个音是 要纠正要注意的 所以我觉得很好 就是他们会 给我一些提议 然后让我更加的去 谨慎 每一个音要发的正确 而不只是读的流畅而已 当然我觉得 钟灵也是谦虚了啦 你自己在华语新闻 播报了这么多年 我想呢 要转去念 潮语新闻的话 应该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那下一段呢 我们继续来 请钟灵分享他 华语潮语 无缝接轨的 这一个历程 聆听各方观点 以集思广义 多方思考 跨龙点睛 嘉宾言论 纯属个人观点 敬请斟酌参考 大家好 我是金蓝 大家好 我是肖喊 大家好 我犯规了 大家好 我是肖喊 大家好 我是正林 是 今天请到了我们 TV2华语新闻主播 同时也是 IFM潮语新闻的 播报员张忠霖呢 来说一说 这个华语潮语 无缝接轨啊 那上一段 你就提到 其实接受了 一年多的训练之后 才可以正式的开始 播报潮语新闻 但是你自己 在华语新闻界 也播报了这么多年啊 转过去的话 应该没有遇到 太大的挑战吧 我觉得就是 在这个 转换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你的那个 思维要改变 就是你要说 我现在是在报 潮语新闻 而不是华语新闻 那个频率要改变过来 否则的话 就会有时候 会脱口而出 就可能会讲到 几个是华语的音 所以呢 而且我们老师有说 之前一开始的时候 我在开始报的时候 还没有那个 丢丢丢丢丢丢 所以现在慢慢就有 那种丢丢音出来了 所以慢慢就是需要时间累积 不然的话你会用 以一种很华语的华语墙来报潮语 就会很奇怪 师范 我就觉得就是 什么叫做华语的 华语就是它没有那个音 比如说 你就这样念过 但是你如果是潮州音的话 它会比较 接地气 那个音就会不一样的嘛 所以就是那个潮州音 要慢慢的把它调整过来 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一点 然后呢 我觉得就是播报电视台的新闻呢 电视因为是有镜头拍着嘛 所以可以看到镜头 所以你在在播报的时候是要 又要讲又要看 然后它是现场的就很不一样 那电台的那个新闻的时候 是因为没有镜头拍着 所以呢我们在播报的时候 可是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 5分钟你就要一口气 就要爆完那5分钟 它没有画面的那个穿插 就不间断的 对不间断的 它不是像那个电视的新闻是 有导演 导演以后就有进入那个画面 然后又有旁树 导演可能一分钟以内就结束了 对就是很短的嘛 但是那个潮雨的就是 一段接一段的那个新闻 就一气呵成了 会很多 就像平时你们播报电视新闻的话呢 可能它会进入画面嘛 那画面的话 它有新闻画面 那你们可以休息一下 可以喝口水啊 或怎么样怎么样 可以揣口气 然后等一等 然后可能再再看回去 接下来要播报的是什么新闻 可以再就是让自己有时间 可以停歇一下 可是这个潮雨新闻的时候 在播报啊 有时候要咳嗽 或者是要 就是你要吞口水也是 也不行的 就是那个时候 你就是已经在on air了 就是现场直播的嘛 没有办法停下来 可能你要很快手 就是要把它mute 要把那个声音关掉 可是我都尽量就是让自己 在播报之前 就是进入最好的状态 全神贯注 而且要告诉大家 我们ifm的新闻哦 不管是华语新闻 或者是任何的方言新闻 我们都是现场直播 是 新闻没有重播 也没有预录的 就是都是直播的 所以错就是就是错了 所以就没办法 所以我们就是 在播报之前呢 其实要 一个小时半之前 要到电视电台 然后要做准备 要看那个稿 那有些字呢 有些比较 可能不够口语化的 我们就要改变过来 比较拗口的 比较拗口的 比如说 子通 子通 儿童 我们说话 我们不会说儿童 我们我 潮州 潮州话 我们是说 nong gian 啊 就是我们要把它改过来嘛 比如说油价下跌 下跌我们 不可能说下跌 就是泰过 呃文组组 罗价 罗价 就把它改成一个 罗价 一个价钱的价 罗价 去价罗价嘛 有价 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变成口语化 让更多的人听得清楚 听得明白 尤其是很多年轻人 可能他一听不明白的话 他可能就放弃了 那如果他有一些 他听得明白 他还会继续的在追听 所以我觉得现在要让更多的年轻人 有机会接触这些 呃 方言的新闻 就是我们要比较 让他变成口语化 接地气 是 因为毕竟呢 新闻主 呃主播拿到的稿的都是比较属于书 书面文的 或者是可能是中文编辑 对啊 那些编辑他不会 不会这些方言 所以不能够怪他们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呢 就要把它做一个修改 当然要确保 你不会改错 不能够改错 改离那个原意就不好 你只能够说 用其他比较接近的那些词汇来代替 那是可以接受的 就把它改成 很像是你的周围的邻居啊 在说这一则新闻的感觉 好像我在跟你沟通的时候 我不会用很多这些 很难懂的这些技术 术语嘛 我们说术语 就好像那个粤语 我们不会说 呃 不会 会说不实 就是不实 sick啊 mnsick啊 mnsick啊 对啊 就会说不会这样子 就是要有那个粤语的思维 或者是潮语的思维 对 但是因为你在新闻界这么久 所以其实你在看稿的时候 可以更快的抓到重点 对就是看到那个重点以后 你就是你明白以后 可以用那个自己的话语来把它修整 就是把它变得更加的口语化 就是把它变得更加的口语化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 还有一些比如说 呃因为这个 潮语新闻它当中会有 有念到一些 比如说国防护长 这样这么长的 又加上马来语字 所以你就变成你自己要懂得 就要有时候那些 它的名字可以缩短一些 然后后面呢就不用再念了 不然的话就很累赘 然后很长嘛 然后那些 就是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一些名词 或者是一些他们的头衔 地名 很长的地名 人民 人民 比如说外国的啊 特朗普啊 然后安倍晋三 特朗普怎么说 特朗普怎么说 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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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倍晋三呢 安倍晋三 安倍晋三 所以你就是好像 你就必须要懂得 这些特定的名词 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念得到 国家王秀 国家元首 修想 首相 这些名词都要你要记得 你不能够说错的 这是不能够接受的嘛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可以问谁 或者是有没有字典可以查询 如果不确定 现在我们有那个电子的词典 就是你可以上网 就是可以输入那个音 就是潮州音字典 它可以直接把那个音给读出来 但是你必须要自己去判断 那个音应该是哪一个 因为潮州音很多音嘛 我们刚才说有八个音 所以有时候用口语的 跟名词另外一个名词 搭在一块的时候 它又不一样了 姓氏的话 比如说我姓张 那个张跟另外一个音 又可能又不一样了 比如说大学啊 我们说我们叫 大哈 大哈 不是大 大哦 所以很多人会 就是我们平常说嘛 但是这些音语不能够 大哦啊 对啊 是口语化 但是那个是错的 所以我们就不能够说 我口语化 我就要把它变成 变成那样啊 然后有一些比如说 如果有一些可以的话 比如说 拉卡丘 拉卡丘 踢足球嘛 踢 它是 足球嘛 足球嘛 但是我们可以 那种就我们可以把它改过来 但是我现在知道 原来不可以叫大哦 是大哈 大哈 但是一般上如果是聊天的话 都是大哦 对啊 所以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学习很多 也让自己知道 原来我以前有些音 还跟那个福建音很靠近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 在麻坡很多福建人 我们出门就是 有些跟朋友 我们用福建话来沟通 所以福建话跟潮州话 就mix在一起 就是变成很掺杂的 就是人家说 还mix在一起 人家会说 你到底你的是 福建话还是潮州话 然后人家会说 你说的不准啊 不准确 像我自己本身 也常常这个困扰 像我从小到大 都跟我的外婆 或阿姨啊 舅舅啊 跟妈妈 都是说潮州话嘛 但是来到这边的话呢 跟一些真的是了解 或懂得研究潮州的 一些朋友来说 怎么你潮州话 好像说的完全不一样 而且是歪 就是完全 那个音是走完的 而且北马 那北马人跟南马人 说的那个潮州话 就比如说像福建话 不一样的音了 那音调不一样 可沟通的时候 用词也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还加入一些 本土话 我们本土的 比如说我们会说 少本 把赖 把赖 可以把赖 可以把赖 这些我们会明白的 但是可能你跟 潮汕的那些潮州人啊 就说他们就不明白 到底你在说什么 可是这些就是 我们本土的用语 比如说巴沙 我们这边都会巴沙 我们不说去菜市场 去菜市场 我们就不一样的那种说法 那看到击打拘邻的SIM就说 钟灵说话好好听哦 那除了要让大家听到 他以中文来表达之外 下一段呢 就要请他现场来演绎 华语和潮语新闻 锁定越听越爱的IFM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为大家插播即时新闻 由TV2华语新闻主播 同时也是IFM的潮语新闻主播 也就是张忠霖 为我们带来一段 华语和潮语新闻 文章好 我是张忠霖 为了带来 第二日新闻 沙拉瓦政府宣布 为了一后去 所有一间的人 洛比书到酒店隔离 真严百多的警察 应该这么可以 我准理会 晚上好 等一下等一下 来小韩 听得懂他说什么吗 沙拉瓦政府 是 对 宣布 在酒店隔离 之类的吗 猜得到吧 真的吗 对啊 就在8月1号开始啊 就是抵达沙拉瓦的 就到酒店隔离啊 好 那用华语 华语的啊 晚上好 我是张忠霖 为你带来华语新闻 沙拉瓦政府宣布 8月1号起 所有入境的人 都必须到酒店隔离 进行病毒检测 阴性才可以获准离开 我的猜对了啦 好厉害哦 继续让他猜 因为我觉得说 今天这个节目 应该是很好玩 所以证明是有好处的 就是即使我不会潮语 但是我多听潮语新闻的话 其实是可以抓到重点的 多听就会懂 不听就不懂嘛 对 要告诉大家 潮语新闻的话呢 那如果是有国会的话呢 是在晚上的9点10分 到9点的15分之间呢 就会播出 那如果没有国会报告的话呢 就会在晚上的9点05分 就会听到 IFM的潮语新闻 对 每个每一天都是 9点05分到9点10分 5分钟的潮语新闻 嗯 钟铃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我通常都是在星期五 然后平常有时候 会带其他的同事 他们的班 所以偶尔会出现 就是 但肯定的就是在 每逢星期五 所以每逢星期五 就会报邮价 哦邮价 对 好那报了这么多年的华语新闻 然后最近也加入播报潮语新闻 分享一些难忘的经历吧 难忘的经历呢 就是我觉得第一次播报潮语的那一刻 就是让我非常难忘的 因为就是终于等到那一刻 就是真的要上场了 然后在播报的时候 那一天呢 我记得就是之前是一位同事播报华语的 那他播报以后就要在那个过门 音乐过门的时候 就很快就要进入 换另外一位主播来播报 那时候呢 他就站上来 然后就那个耳机就 本来是插在那个 下面的那个挂钩上面的 然后整个就掉下了 然后呢 我在播报 轮到我播报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办法听到那个声音 所以就是当时我就 第一次就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还是很也很感恩就是 还是可以很从容的把它念完 就是有一点拘谨 可是呢 还是很顺畅的能够播完 所以呢 我觉得那个是很难忘的 我觉得有时候播报的过程当中 肯定会有一些状况出现 可是呢 要非常的从容淡定的来应对 因为我们在电视台电台都遇过很多次了 这也不是一个很少发生的事情 有时候会发生 尤其是这个机器会当机 像我们小韩偶尔主持节目的时候 没有办法播歌 就是当机了 那结果就一直在讲话讲话 在讲话同时的话呢 又要去呼救啊 然后又要去按这个紧急的按键 让技术人员进来抢救 对就是有时候有一些技术的问题 所以这是很难免的啦 那你在电视台呢 有哪一些难忘的播报经历 电视台呢 我觉得有一次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 我们的那个摄影棚就已经是密室了嘛 关起来的 然后有一只那个苍蝇就飞到我的那个 那个眼睛旁边就停在那边中间 接近了 然后我就在念那个导演的时候就要 它飞过来 然后我知道了 然后我还是继续的把那一段念完 然后念完了 一马上念完的时候 我就把它扫开 就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哭笑不得 非常的难忘就是有时候会有这些 是 一些东西小插曲啦 包括可能提字机其实对主话来说是很重要的 对啊就是一般那个提字机 提字机就没有办法看到那个字上来 就是停在那边 或者是说有前天嘛就遇到了广播的时候 那个空地呢就没办法把那个线路就是pass给我们 就是没办法 所以那时候延播到七点多都没办法 只好延到八点正式的在TV2播报 所以有时候就是会有这些状况 可是那不在我们的掌控里面啊 有时技术的问题 就做好自己的部分就好了 那你精通潮雨又有遇过哪一些很难忘的体验 很难忘的很难忘的体验 我觉得就是有一次就去泰国旅游嘛 然后在泰国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泰国 很多那个泰国就有一些老一辈的是会讲潮雨的 那有一次就是我本身是吃素 然后就一点多的时候去到一个档口 我就看到他写一个栽 那我看到那个写这个栽字 我就觉得这个人这个档口的卖 这个小贩应该会说华语或者是潮语吧 应该是华人 对应该是华人 我就用华语跟他沟通 然后他不会沟通 然后在用潮语的时候 旁边的一位阿嬷 他就用潮语跟我说话 然后他变成帮我翻译给那个小贩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就是其实我们不要说 我学潮语有什么帮助有什么用 可能会我们都没有用到啊 就现在都说华语说英语的那个环境 可是呢有时候你去旅行的时候 你会说潮语 你在泰国你会可以跟那些人讨价还价 然后你去到台湾你会说门南语 你可以跟他们用门南语沟通 你去到香港你可以用粤语跟他们沟通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 就马上打成一片了 那隔阂就没有了 他骂你你也听得懂啊 因为泰国的确实有好多华侨 泰国的当地华侨都是潮州人 但是我知道说在马来西亚的话 刚才你说的嘛 遍布在全国不同地方 那其实不同地方的话 其实说的潮州话也不太一样 对 刚才我跟私底下跟钟离在聊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洗澡就好了 那在北马的话呢 我们都叫掌鞋 对我们也是要掌鞋 你们用潮州话来沟通一下 Action 然后你在做什么啊现在 我就在学习啊 或者是你翻译咯 我在学习啦 你把你抖的告诉我们好了 吃饭没 吃饭了哦 吃饭了哦 那比如说 掌鞋没 掌鞋 啊不会掌鞋 不会掌鞋 不会掌鞋 不是你看哦 北马的话呢 都是一个鞋子在后面的 是 有没有发现 对啊鞋啊 什么鞋 我们不会有那个鞋 就如果一般像你听到很多词汇 后面有一个鞋的话呢 一般像大部分都是来自 北马的一个口头禅啦 对 那另外洗澡的地方 我们在北马的话 我们叫 呃 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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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掌鞋 掌鞋 我们叫掌鞋 那另外呢 如果是大号地方的话呢 我们叫 我们叫 你看不一样的 那个英语一些不一样啊 继续继续 然后 你可以下班了是不是 哈哈哈哈 好啦 其实我真的想说 因为现在说 潮语的环境越来越少了 如果有一些朋友啊 年轻的朋友 真的是很想要学习的话 你觉得 有哪一些管道 是可以精进自己的潮语呢 是 我觉得多听 潮语新闻之外呢 也可以去 比如说 雪龙潮州会馆 也有给大家上那个潮语课 所以我们也可以找这些工会 这些管道去学习的 那还可以在网上 现在很多网上 比如说 潮山那边都有很多这些视频 他们录了以后就放上网 我们就可以上网学习也可以的 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是 像我们那个年代的话 哪个说到很老哦 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从小到大长大 都会跟长辈 跟阿公阿嬷一起长大 这变成说呢 我们都会学阿公阿嬷的一些方言 那现在小朋友的话呢 一般上 双心家庭 他们在很小呢 就跟阿公阿嬷就没有住在一起了 就变成说 他们很少有着学习方言的机会 是 可能没有那个感觉啊 没有那一个环境 从前一听 真的你就知道 他在说福建话 在说潮语 现在真的越来越少这样的环境 对 包括新马两地都是一样 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些年轻人 已经不会讲自己的方言母语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就是要 公会也扮演这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去推广 那电台 比如说现在iPhone还有这个潮语新闻 有粤语新闻 课语新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保留的 因为我就是看到这一点 在2018年的时候就很多的这些前辈已经60岁了 不能够续约了 那剩下的能够播报的就剩下一两位 那时候他们就急着要找人 那我就觉得我会我可以我可以去学习 他们愿意教我们 我们就把握这个机会 那也秉持着一个传承的一个精神 因为我们潮语话其实是很好玩的 也很有趣的 你看我们说 就是潮中话很难学 潮中话好好学 就是要好好的学 就是很难学 可是那个你看好像很接近 但是其实它音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 有很多智慧 很多智慧 古人发明这个语言 就是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学习很多 不只是文化 你学会一种语言就可以学习它的文化 那我觉得这个潮语新闻 也是我们的前辈留下来给我们的一个遗产 所以我们必须要保留跟传承下去 是包括电台的部分的话 我们希望说在画龙点击下班的时间 可以加入一些方言的一些元素 单元在里面 可以让大家听节目同时 可以轻松的学一学有关的方言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钟琳 谢谢你 谢谢小潘 谢谢金龙